对方的三分球 不给他们在外线很好的一个空间去投射 反过来中国我们自己的外线球员 换到防守对方内线的时候 赵世锐球直接交了内线给王志林 内线的强打造成了犯规 可以说纯正的五号位只有王志林一个人 三号位到五号位2米06的一个 我们常说韩国队是属于跑死人不要命的 没错 今天我们看中国队没有像上一场一样 去采取这个掩护之后就换人的这种策略 两人夹击可以出球了 这就是规划球员优势 投降有拉特利夫在篮下之后 篮板球的保证成功干对风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很有篮板球保证 好球阿布杜莎拉姆这球出来一个接头 底线的五球掩护被切出来 机会是好机会 能从出手的节奏来看 阿布杜莎拉姆现在还是稍微有一些急躁 连续两次全部是拉特利夫 这个若克的协防网啊 但是我觉得在第一节末端那么方说最后一次进攻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我们把他的节奏要卸下来 不要让他去 我们去跟着他的防守节奏去打 王振林绕前的防守造成了失误 中队尽量的还是落阵地 对 然后 好球 二加一 不顺的时候 可以说每个人脚下像踩着电门一样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正常的一个自己进攻节奏当中了 这一下可能胳膊肘正好磕到了拉特利夫的眉骨上 这一下可能眉骨开了 裁判认为这个动作是一个连贯的延续性的进攻的协调统一连续动作 没有故意奔人去 是 这种不确定性太强了 王振林直接吃内线了 好球 漂亮 王振林打开了 世界边南来预选赛 中国队是不参加排名积分的 对 反跑好球 连续的空切 但是传接球过程当中质量一定要保证 对 王振队非常快 三线快攻分散的非常好 那有一个有球的眼光 换房子 又换回来 对 拉特利夫还是有内线的攻击能力 往若测转换分一下 刘志轩实际大范围转移到赵太龙 好球啊 这球被封带了 对 面对韩国队的时候就要有这种霸气 在进攻当中 这次王振林防得也很积极 这个球近的有一定运气的成分 好球王振林 马上一个昂色暴 对手的犯规 确实很明显的一个下压动作 这个犯规 这球可以说已经都封到脸上了 没有受到影响 马上回回来 从第一节的失误到后面连连的那种 非常合理的去处理球 高位的挡拆 好球 这球打得还是很漂亮 对 这球大了 有可能在外线露三分 这个对方能力啊 相当不错 这球防得相当不错 对 上来就有空位机会 这个很难啊 同时间啊 要挡拆就挡拆了 悬呀这球 哇好球啊 振林这后 给逼出来的一个三分球啊 这个让我们多看几次啊 黄正林的腾空跳投三分 这球有点走步的嫌疑啊 两发中叶 这球拖得好深啊 有点深了 对 哎呦 这顶着人的一个三分球啊 手真硬啊 拖得真硬啊 他们对这个轮转的这个速度 非常快 是 在篮下能加进你 球回来以后 还能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比较大 这个发球能力就更不好保证啊 又一次两发不动 感觉到中国队现在 一动的这种速度有些下降啊 而韩国队现在还是 就像昨天的韩国足球队一样 出现失误了又 转换进攻又打进 是 中立要请求暂停调整一下了 对 15分的分差 韩国队的周转确实比较快 这边形成了一打一 是 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打一 拉特利夫还是很敢打的 没错 掩护的时候就不太好 不太好解决了 对 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在后边去道的话 他就外进去 又是一个二加一 底线拉通之后 一打一打 那很坚决啊 确实王正林不在场上 那于长洞也是一个四号位啊 他们对也很明确啊 在这一点进攻上 有场道田套 继续打 24分 这个热侧轮转的 那个防守到备率 是非常的高啊 对 对抗之后 这个球确实 那种路上差距不太大 男板球尽量的保护下来 也太悬了 那个磕磕绊绊 好在还是拿住了啊 三位做一段 挡担回传漂亮 好笑啊 这球打得漂亮 是 行进间坐着一个 湖顶的挡担 应该像是腿抽筋 成为双手在此举起你的中国鸿 这个两个人出现了这么一点 可以说不默契啊 还是要从王正林背一点去做文章 对 好到你不夹击我就去果断的自己攻 又是一个满击机会 前方三打一 王正林这回 想爆扣一下 是 被对方给破坏了 嗯 比赛发挥出色的孙明辉啊 相信韩国队已经对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这样的结果觉得姚主席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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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